有男子胸痛紧急送上救护车 救命得跟时间赛跑 铺上透明清楚位置的定心部 患者送到医院前 心电图抢先到 马上看到 你看这就是刚刚病人 11点26传过来 他会随着时间 坏死的面积会越来越大 到目前心电图推过来 死亡率可以下降一般以上 会出人命的事情 很紧张一定会紧张 我们有SOP 抢救成功是一种成就感 007背一个出任务 会有心电图的传导 一下要训练一两百个 对他们一开始执行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其实压力很大 为什么射这种声音 就是我睡得太死了 我听不到那个声音 我说都是我太太起来咬我 你等着解包机在响 所以他很想把手机丢在地上 我女儿很贴心 帮我买一根鸡牛盾 不爱 睡眠中断是家常便饭 黄伟春被誉为台湾到院前 心肌梗塞救护之父 发明心电图回传系统 手心盒也是救护车上 关键急救包 把这五颗腰嚼碎以后再吞下去 担心病人如果吃了 肯定很苦 马上吐出来 都没有这效果 秉着神龙长败草的精神 测试的药 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中年男子最怕寡妇血管病 心血管一堵就要命 黄伟春收过七千张新电图警报 没想到亲人也紧急求救 十几年前推动 几次新赵丸事情 没想到今年我大哥 在宜兰心肌梗塞 心情事件很复杂 我也跟家属一样担心 也可以放心的 就是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都已经开始上线做执行了 遇到困难的时候 并没有放弃 坚持能够做对的事情 首创亚洲救护车行动 新电图系统 黄伟春还在动脑 为病患争取失效 抢救心跳 大新闻 吴亦轩林道明 高雄报道